各位好 現在來介紹 Double Paradiddle的運用 當然它運用的方式有很多種 這只是諸多的方向的其中一種 我們來想到 之前講的Double Paradiddle 它的打擊順序是這樣子的 右左右左右右 左右左右左左 也可以從左左開始 左右左右左左左 右左右左右 那你應該會知道 我之前的課程有介紹過 要把這個手法 放在一個拍子的框架當中 那這個拍子我們用的是 三拍子 就是有四拍每拍分成三個等分 我們說是三拍子的感覺 所以是 1 2 3 4 1 2 3 4 4 右左右左 右右左 右左 右左左 左 再一次喔 1 2 3 4 4 這個手法你可以把它拿來跟很多種不同的節奏混用 比方說跟shuffle shuffle的節奏 我們來試試看 打在ride 然後是在這個手法可以用的節奏混音 依照這個速度是1 2 3 4 你就想像一下在這個速度的框架裡面 你的Double Paradiddle有多快 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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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 OK 一定要以速度來作為規範很明確的感覺到速度之後再來打 再一次喔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聽到shuffle的感覺 在一樣的速度之下 心裡面可以把它轉換到Double Paradiddle 1 2 3 4 1 2 3 4 來 shuffle 是這樣子 當然你練習的速度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你可以找更舒服的速度 你覺得快一點比較好或慢一點比較好 自己來決定 但是 你一定要在演奏之前 知道你要打的東西 聽起來是什麼感覺 再去演奏 不要讓你的手腳走在你的大腦之前 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來囉 1 2 3 4 4 6 5 6 6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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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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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你想要把右手移位到tom tom的话 也可以 你会产生很多种不一样的声音的变化 例如固定在一个tom tom 或者是在不同的tom tom之间移位 当然你什么时候要移位 在哪个时间点 使用哪个音色你自己可以充分的去尝试 然后找到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打法 今天先分享到这边